认识唐诗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诗是领荣诗 称重一粒素 抽成万科子 四海无咸甜 农夫有饿死 除和日当午 看低和下土 谁知盘宗孙 历历皆辛苦 唐诗是什么啊 我是唐诗经理 我带你去我的经理国度 教你关于唐诗的知识 只要收集两个魔法汽车 就能得到礼物 对你来说很有用哦 欢迎来到经理国度 第一站我要教你诗是什么 唐诗是一种艺术 分为五颜七颜的绝句和律师 五颜和七颜是指一句的字数 绝句和律师是指人手诗的技术 绝句是四句 律师则是八句 还有大部分的诗诗都要押韵 都要了解了吗 了解了 这个气球给你 第二站我要带你认识米農师 美農师的作者是李生 他是一首五颜律师 大意是说 农夫每天都要辛勤的工作 但谁知道盘中的每一粒米 都是农夫辛苦种的呢 这首诗告诉我们每一件事 后面都有人辛勤的付出 所以要饮水思源好好的谢谢他们 这样懂了吗 懂了 这个气球给你 恭喜你完成了任务 我们回去吧 恭喜你收集完气球了 这是你的礼物 太棒了 行诗很有趣 很多故事及家居 值得我们去认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